各位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型股当中 人保最弱 但谁最强统一 统一已经涨了3%以上的一个幅度 甚至把同一个集团里面的统一词 统一词的这个低级财报有超过一期 好像我记得是0.3多吧 所以现在大涨了逼近5% 那这个就是财报效应 但是有些中小型股的这个财报 还是非常的这个有问题 但是我们先讲大盘 大型股的话今天的指标 应该第一个看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今天有一个利多 它卖掉那个ASMO 可以赚到214亿 这个第二季第三季会分别入账 EPS贡献0.75 有这个利多应该要稳住 但是今天看起来怪怪的 台积电好像不是那么强 然后连电的ECB还负利率 负利率发行 你买它的ECB要贴钱 贴钱 这道理也是利多 对不对 但今天也不太涨 等一下我就揭晓 为什么会不涨 那再过来就是李坤耀的一个辞职 有人说搬开了一个大石头 所以面板上不可以合并 真的还有点道理 这个友达李坤耀的持股才1万张 才0.1% 他才持股差不多1.5亿 这1.5亿比以赴的地宝的价值还低 但我可以控制一家共识 所以你看很技巧 他持掉友达董事长 我问你他加斯达的董事长有没有持 没有持 没有持 关键为什么没有持 因为加斯达 对 加斯达用7%的持股控制 控制 友达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 假如说双幅要合并 因为郭台銘现在下谱也不行 下谱昨天不是减资99% 暴跌在日本股市暴跌26% 所以人家下谱不要你红海的钱 所以他那边没办法 那就回头去合并友达 那关键应该是在加斯达 加斯达第一季的EPS有0.3 还不错 但最近股票是跌 这个本益比是偏低的 但友达的股价到今天 到目前还没有什么动 等一下盘中也许会不会动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当然要一方面看中小型股能不能稳 另外我觉得大型股刚才讲的 友达甚至联电 还有台积电 这几档能不能稳住 这个才可以确定今天指数能不能谈 假如不能谈的话 也许还要再拖个一两天 就一直到5月15号周末 这个财报 可能不用等到周末了 就也许礼拜三或礼拜四 也才会真正的反弹